你来啦 好想你 不是昨天才见过面吗 每天都要见啊 好啦 我也很想你 其实 我今天一整天都在家附近 我原本打算私下找爸坦白 但是想起我答应你 就一直忍耐 可是真的很难受 我不想人 我想跟爸说 勇杰 可是爸的身体 我知道 我是学医的 我会注意 我不会让你更痛苦 愧疚一辈子 我会让你更痛苦 那你约爸的时候 跟我说一声 我们一起去 不要去买烟 好 走路要看前面啊 刚刚一直看着我 我看着你 因为这样看着你 我就觉得很幸福啊 这样就觉得很幸福 对啊 因为这样牵着你的手 这样走在你身边 我就不再只是你弟弟 而是你爱的人 那 你想不想要再幸福利 像 像我撒娇 我是你的男朋友 你随时可以跟我撒娇啊 我不会 我不会就要学 来 我们现在是情侣 你想要对我做什么 我想请你 现在是你要学会对我撒娇 对我提出要求 那你请我 要求有了 你撒娇呢 撒娇的第一波 就是慢慢的靠近对方的身体 拉进去 第二波呢 就是把脸 缓缓的贴在对方脸上 轻轻的触碰一下 接下来 你就可以提出你的要求 安宁 安宁 亲我 亲我 来 都被人的了 我都被译了 我可以去 不得了 你们 都被人了 我都被人了 那我可不得了 你们 你也被人了 지난 cards 李 sos 李 Wire 往前一點 ほど 往前一點 完蛋了一點 我想先洗澡,你別鬧了啦 我沒鬧,保證你會喜歡的 準備好了嗎? 謝謝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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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说好 要慢慢来吗 是慢慢来啊 你不用紧张 这只是情侣对戒 更何况求婚的话 要准备更打嗑的 我又没有手要嫁给你 喜欢吗 太好了 这是我很忧心准备的 帮我带 分开时有自己的个性 在一起时又成为一体 等等 你说对了 这个啊 就是我选这个对戒的意义 那 你下次 要送我什么礼物 你想要我什么 尽管说 我都买给你 嗯 读一不二的 读一不二的 那是什么 自己想 可是 这个戒指我已经想很久了 想多久 嗯 三天 那 这次给你三个月想 哦 我知道了 我就把自己包成礼物送给你 经理你的包裹 谢谢 这是刚刚客户传过来的 你就看一下里面有什么 要需要修改的东西 好 没问题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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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明真不是尷尬 要說我是女生 應該也不會愛上塔吧 這個很不錯耶 我們在交融嗎 這女生很配耶 還沒有 還沒有 那女人趕快追她 那麼漂亮 你就趕快追著 你喜歡下衣嗎 沒有 怎麼會這樣問呢 沒有 真的 你還記得我們說過 什麼事情都要講出來 不可以有一點點默默 嗯 那你今天收到的包裹是什麼 你怎麼知道我有包裹 你不用管我怎麼知道的 你可以告訴我 裡面裝的是什麼嗎 也沒什麼重要的東西啦 不要騙我 有人跟我說你收到之後臉色很不好 你不要動想 我先去祈禱囉 不准逃避 你是不是被威脅 是不是高副總寄東西恐嚇你 你們在胡說什麼啊 關高副總什麼事啊 我今天遇到他 他已經知道我們在一起了 還說要回敬我 對我來說現在最重要的就是你 他肯定會針對你對付你 我感覺 他對你還沒有死心 高副總 難道你之前跟美方的影片 該不會也是他搞的鬼 畢竟公司裡 我不管是不是他 我只想知道裡面裝的是什麼 那個包裹 真的不關他的事啦 那你告訴我 好啊 好啊 我給你看 這些 是你買的啊 你買這個 是為了 對啦 就是你想的那樣 甚至要我跟你好好聊 我們之前不是為了那個吵架 現在交往啦 問題還是沒有解決嘛 你以為我買這個東西很容易啊 做了多少功課 下了多大的勇氣 你硬要問 到底有什麼好問的 好啦好啦 你不要生氣嘛 是我不應該逼問你 我先會在公司看到高副總 太擔心你了吧 我不想讓你那麼快知道 還在找機會跟你慢慢討論 是 是我的錯 我太著急了 你不要生氣好不好 也沒有這麼氣啦 沒有生氣就好 那 我們要來討論嗎 好啊 關於那個問題 其實我私下問過博翔了 大概了解真實的情況 我覺得呢 既然相愛了 就不要太過於糾結體味的問題 你是說 你願意讓我 老實說 我是不願意的 不過既然愛了 就要有犧牲的決心 而且對象是你 我可以做好心理建設 我會好好思考一下 反正 反正我們才剛開始交往 還有很多時間 可以慢慢討論 對啊 未來還很長 慢慢來嘛 歷程真的願意讓你上喔 嗯 嗯 那她是真心很愛你 我也這麼覺得 希望她跟女孩子交往 出手都很快 這次慢慢來 還不是要讓你當一 譚譚 嗯 幸適 嗯 你第一次的感覺怎麼樣 嗯 你 你怎麼會突然這樣問啊 就 歷程都有這樣的決心 我也有啊 反正又不急 彼此都可以再想一想 我感覺出來 你們真的很相愛 我很替你們開心 你和你弟也是啊 你們也很幸福 我看得出來 他對你很執著 絕對 會愛你一生一世 嗯 我相信他會 詠傑找你爸攤牌 你爸心情很不好 連飯都不吃 現在一直滾在房間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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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理 你正好回來了 我還在猶豫要不要打給你 這麼急 是汪小姐要取消簽約嗎 不是 是蕭經理出事了 我沒有從中抽取利潤 造成公司的損失 不管你怎麼說 正經在這 高副總 這個證據從哪裡來的 就是有人看不慣你囂張的行為 偷偷收集資料 然後交到我手上 那你叫他出來啊 跟我對質 看這個證據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 我會一直要保護身上正義的同事啊 反正證據在這 沈副總 你覺得這事要怎麼處理 這筆錢差了快五百萬 不是小數目了 為了以示公平公正 公司會派第三方來進行調查 小經理 調查期間 我看你還是不要進來公司好了 不可以 既然要調查 小經理大任得也繼續上班 不讓他進公司 不就是變相認聽他有問題 陳經理啊 以你現在看到的關係 我拜託你不要幫他說話 要不然同事們會覺得你跟他是一伙的 事情還沒確定 不要亂磕帽子 我同意 調查期間 我不會進公司 小立誠 高副總 這個證據請你好好保存 它會是還我清白重要的證明 我會的 不可能 像自己這樣 是不是隔起來了嗎 立誠 不可以就這樣離開 小心不可以是這樣子 沒事的 等你回家再說 肖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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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怎麼辦呢 好 大家各做各式 回去回去回去 沒事沒事 高副總的證據 我已經拿去財務部做核對的 是很有技巧的栽造 這些證據 的確都和歷程有直接或是間接的關係 所以你的意思是 歷程自己的案子 或是中途接手的都有問題 對 沒錯 這王八蛋 設計這些證據 肯定花了不少時間 他這陣子轉調出去 應該都在忙這個 你到底有沒有危機意識啊 牟人 你也不要這麼生氣了 忍不氣嗎 我們這麼緊張 看看他的什麼態度啊 肖立成 你到底知不知道嚴重性 要是沒把虧公公款這件事情釐清 你不只在Muse待不下去 任何公司你都去不了 我沒有不在意啊 我只是覺得親者自親 我沒做 肯定會查出真相的 你怎麼自證清白 高副總拿出了證據 你的證據咧 立成 人言可畏 你這次啊 不能再用以往太多面對這件事情 畢竟高副總是由備而來的 我會找出證據 證明我沒貪公司的錢 要拿出行動 反正我這陣子都不用工作 我會努力行動 你不要生氣好不好 你剛剛是用哪隻手插嘴巴 這邊有衛生紙啊 這邊有衛生紙啊 喂 軍委 財務部那邊有消息嗎 好 知道了 行啊 博香 怎麼樣 前幾天我寄給你的檔案 你看了嗎 怎麼樣 有沒有什麼發現 好 沒關係 謝了 笨蛋 在大家面前 顧著輕鬆 我一定要找到證據 好 快到公司了啦 這樣不好 讓他們知道你喜歡我 為什麼我不好 我不是這個意思啊 就是 被看到的話就有點害羞 那你就跟他們說 我是你的情人啊 現在這麼會撒嬌了 你是我男朋友 你也是啊 你會永遠愛我 對吧 所以你不要沒有安全感 我已經接受你 就不會輕易改變淡 我其實還是很擔心 因為爸還沒答應 我其實還是很擔心 我其實還是很擔心 我重視你 我重視你 你也重視爸 我重視你也重視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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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一樣嗎 如果不是一樣的 那你自己一個人先跑去找爸說 那我應該會很生氣不理你 對不起 傻瓜 對你喔 我已經沒什麼好氣了啦 你就是這種不按照牌底出牌的人 但你相信我 你跟爸對我來說 都一樣中了 好嗎 好嗎 我相信你 那 這個週末 我們回家 跟爸說 這麼快 我準備好了 也不想要再拖 這是我們一起 好 一起 好好啦 公司可到你 哎呀 拜拜 拜拜 傅永建 我們最近哪天晚上有空 你想幹嘛 對 我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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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意思啊 今晚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有什么 我们 你们可以 说真的 道喽喽 我爸爸 他就是我兒子 你們兩個都是我的兒子 爸 對不起 我媽的 我媽的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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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到我兒子 我没有办法接受 但是我愿意成全你 因为身为父亲 我你是我的 但是我这样的 对我做的 我发现真是 真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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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似的 真是真是真是你真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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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能的 真是真是真是真钟的 感谢观看 谢谢你 爸 你相信我 我绝对好好照顾信思 好好孝顺你跟妈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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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站在这儿 来来来 走 好了 那把笔说完换我说了 身为你们两个的母亲呢 有一些规则要你们遵守的 傅永洁才二十岁而已 年纪还小 而且要我们两个老的在家里 看你们两个这样亲亲我我的 这画面有点太美了 我们需要一些时间来适应 所以在傅永洁医学系毕业之前 在这个家里面 不可以有任何 不可描述的事情发生 我还有四年才毕业 爸比四年的时间应该可以慢慢适应 爸比四年的时间应该可以慢慢适应 家里不行那我搬去外面住 刚刚就才说大家都是一家人 一家人当然要住在一起啊 你今天就搬回来 你真的怎么这样啊 一下说我年纪小 一下说我小的屁 自打嘴巴 打就打嘛 那这个家现在还是 爸比在赚钱养家的啊 话当然是我们说了算啊 我也有钱 你不要以为你有钱你就拽哦 你那些钱是够以后五六十年花吗 你不要忘了 这世界上是有通货膨胀的 哪有人这样刁难自己的儿子啊 我就刁难怎么样 我到底是不是你亲生的 你是我捡回来的啦 早就知道难怪谁在骂我 我不能还要骂你 爸 你看妈啦 你看她啦